大伯小姐在我右手邊 她就是一直跟我說 她有預知為難的能力 她覺得冠軍會是我 所以她全程都是看著我 在等待我拿冠軍 然後沒想到公布是我 我一開始先錯愕 再來是很感動很感動 當下其實是非常錯愕跟驚訝的 如果我看到那個片段 其實是我先傻眼 怎麼會是我 然後才確定是不值得的這個獎 然後我錯愕的連儀是因為我們是六強 然後要用機智問答品書前上 當下就覺得應該是機會扭了 因為我們畢竟語言語不是英文 要用英文去展現 怎麼這麼大 對 就是我們是用機智問答案書前在那裡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抽到的問題 我抽到的問題是 你會如何 有兩題 先十強再六強 兩題題目分別是 你會如何重新定義現代社會的成功 或是我總決賽的題目是 你要如何去消除對女性的性別 然後進行一分鐘的升倫 那平常你對這方面 你其實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平常當然會多關注這些議題 但是當零食爆火腳的時候 你是會很緊張 所以在比賽情間做了很多功課 那你說因為你拿到 就宣布第一名的時候你是很錯愕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實感說 喔 真的是我 其實我偷偷分享一個是 大國小姐在我右手邊 她就是一直跟我說 她有一隻未來的能力 她覺得冠軍會是我 所以她全程都是看著我 在等待我拿冠軍 那時候我想說應該不可能吧 因為有全美大國 菲律賓 然後還有南菲小姐等等 所以當下我是就抱起著 我就是去站著等領獎而已 然後沒想到公布是我 我一開始先錯愕 再來是很感動很感動 所以其實拍到我的得獎畫面 我都是一直在落淚的 那你覺得在選美過程中 你覺得最困難 還有你之前你在臉書有分享過說 可能有一些質疑幫我們分享一下 質疑是大家可能對選美的印象 或一些先入為足的觀念 那這十一年來真的會經歷了很多 很多很多 那也很謝謝 有一直很支持我的人 給我了很多力量 包含像中信兄弟萊拉隊 讓我們完全沒有後部之後的 可以去參加比賽 然後也有很多好姐妹啊 幫我大力分享在人氣賽上面 給我大力的支持 選美她要比的項目非常多 人氣、儀態、智慧、才藝、國際觀等等的 那在人氣上面我就不得不說 要謝謝我的家鄉饅頭 跟中信兄弟萊拉隊 給我很大的資源 想問你對於美的定義是什麼 你自己覺得 美的定義嗎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不只是外在 是內在 而且更多的是這個人 也願意去幫助別人 我願意去幫助別人 希望大家能夠